说到超值的扫地机器人 小米绝对不会缺席 小米透过三台不同的机器人 几乎覆盖了大部分使用者需求 哪一款更好 适不适合我 绝对是大家的问题 邦尼这次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全新的米夹扫拖机器人实际表现 并且跟小米目前的三款扫地机器人进行全面对比 米夹扫拖机器人在外观设计上 依旧是米夹经典的简约纯白设计风格 打开上盖 米夹扫拖机器人随附了两种功能的集成盒 第一款是550Mbps 的纯集成盒 可以让单纯进行扫地时有最大的集成空间 第二种则是300Mbps 集成空间 加200Mbps 水箱的款式 贴心的是 两种选项都已经随附在盒装当中 顺带一提 这次的清洁刷采用内置在机身的设计 降低弄丢的机会 盒装随附配件部分 提供了包括拖地模组 体积更小更好放的充电座 以及两款两种用法的抹布 第一款是全湿的抹布 另一种则是一半干一半湿的抹布 两种都是随附的 可以依照需求使用 此外也提供了两个边刷 这次的边刷一样是采用免螺丝直接装上的设计 整体来说 在随附的内容物上还是相对完整 打开就能马上使用 在设定上也相当简单 打开熟悉的米家App 系统就会自动跳出 你有一款新的装置等待设定 接着点击米家扫拖机器人 如果没有自动跳出来 也可以直接点击生活电器选单 找到米家扫拖机器人 接着选择你家中的Wi-Fi 一切就会自动完成了 依旧是小米一贯的简单连接 而在米家App 当中 当你完成第一次清扫后 地图上就会画出你的空间 顺带一提 米家扫拖机器人 在第一次清扫时 会更积极探索更多细节 确保地图更完整 之后每一次的清扫就会非常顺畅 完成后 米家App 也会帮你标出你的房间格局 之后就可以进行分区清扫 如果自动分区跟你的预期不同 也可以透过区域 编辑进行分割以及合并 你也可以设定虚拟墙或禁区 让机器人不会进入不该去的地方 使用时只要透过右上角的定位图标 就可以将扫地机器人分配到某个房间 进行清扫任务啰 此外你也可以在App 当中 调整清扫模式 吸力 以及出水量 当然你也可以预约定时清扫 查看清扫记录 开启自动二次清扫 或是透过手机遥控机器人等等 接下来我们直接切入正题 邦尼这次会带来小米目前的三台机器人对比 分别是大家最熟悉的米加扫地机器人 米加扫拖机器人EC 以及全新的米加扫拖机器人 我们会针对差异以及选购方向提供建议 首先是路径规划 在技术上大致可以分为硬体以及算法两个部分 目前小米三款机器人采用的硬体卓要有两种 一种是LDS 镭射测距导航系统 简单来说 就是透过顶部的雷射模组进行快速旋转 在米加扫地机器人以及新款的扫拖机器人都可以看到 因此在机身厚度上会多出一些 透过雷射模组 能够及时且更精准画出空间位置 而另一种就是在米加扫拖机器人EC上的视觉动态导航系统 简单来说 就是透过顶部的视觉镜头画出地图 搭配上底部的路线追踪感应器 进行直线行走来规划路径 机身也会来得更薄 不过两者的差别是什么呢 LDS 的雷射导航 能够更及时快速地绘制地图 在路径规划上会显得更加俐落 并且少了许多碰撞 在清扫时面对即将到来的墙壁也会以慢速接近 整体来说 采用LDS 雷射导航的机器人会有一种从容的感觉 而采用视觉动态导航的扫拖机器人EC 则需要搭配碰撞来绘制地图边缘 相较起LDS 的机种 看似清扫速度会比较慢一些 不过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邦尼这次在同样的环境 一样的灯光及空间配置下 分别对三台机器人 个别进行三次的标准模式清扫时间测试 可以看到不论是LDS 的机种或是视觉导航的机种 在同样的空间当中 都在40 分左右就完成清扫 所以清扫比较慢 这一点基本上可以不用担心 不过邦尼也观察到几个重点 首先是EC 为了要加快清扫速度 会先完成大面积的部分再处理边缘 在运行的速度上也会快上一些 来弥补碰撞的时间 使用上也相对容易 有比较大力碰撞家具的问题发生 这点是大家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 而全新的扫拖机器人 在一样的时间下 则是一台更注意细节的机种 在障碍物边缘的细节处理会好上一些 简单来说 米家应该有在算法中加入对打扫时间的考量 在同样的时间下提供更完整的清扫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也针对三台机种 分别测试开灯 以及关灯全按的清扫时间测试 可以看到依靠视觉定位的EC 为了要确保清扫的完整性 会在清扫完大面积后 发更多时间再处理障碍物边缘 在清扫时 相比起有开灯时 会需要更多时间 而LDS 的机种 因为采用的是雷射模组 基本不会有影响 简单来说 三台机器在开灯跟关灯时 都可以正常运作 不过使用视觉系统的EC 在关灯后 会需要更多时间进行清扫 邦尼会建议 大屏数的使用者 选择LDS 雷射导航的机器 在关灯时清扫会更有效率 也能避免扫地机器人 因为低电量需要回充 让清扫时间被拉长 如果是小屏数 或都是在家时才使用的朋友 那就没有太大差异啰 接着邦尼在这边也整理一下 体验过米家三台机器人之后的心得 在拖地部分 选手有两位 分别是扫拖机器人EC 以及这次全新的米家扫拖机器人 两者采用的都是电控水箱 所以能更精准控制水量 也可以根据家装不同的地板材质 进行出水量的设定 两者的水箱容量都是200M 不过在使用上稍微有所不同 EC 在使用前 需要先将抹布充分湿润后拧干装上 而新的米家扫拖机器人方便一些 只要装满水后 机器人就会在拖地前 透过电控水箱出水 搭配旋转自动粘湿整条抹布 让抹布能够均匀地保持湿润 使用上少了一个步骤 在运行后水量的控制还是相当均匀 也可以根据需求搭配两种抹布使用 邦尼认为 相比起过往的渗透式模组 稳定且弹性非常多 在拖地上 邦尼还是建议 同时扫拖会更保险干净 这次小米也加入了全新的Y字型拖地路径 就是透过定点的左右来回擦拭 模拟人工拖地 达到更好的拖地效果 而EC 就跟过往机种一样 直接拖过去 这边也提供使用时的小技巧 在邦尼的扫拖机器人使用习惯当中 如果是隔几天清扫一次 会先执行两到三次的纯扫地后 再进行扫拖 如果是每天都执行的使用者 那直接扫拖也没什么问题 整体来说 只要依照这个方式清扫 两台都能够走路时不会有沙沙的感觉 而Y字型的拖地方式 对家中有宠物或是小孩的朋友 感受应该会比较大一些 最后帮大家总结一下 三台分别适合哪些朋友 首先是大家最熟悉的米家扫地机器人 虽然只能扫地 但拥有LDS 镭射测局系统 搭配1800 帕的吸力 5200 毫安时大电量 在三台当中 单次充电能够达到最大的75 瓶清扫频数 家中的地板如果不适合失拖 或是只想要纯扫地功能 7895 元的米家扫地机器人依旧是首选 而米家扫拖机器人EC 绝对是追求CP值最高的选择 6595 元就有扫拖 搭配上三台中最大的2500 帕吸力 以及更薄的机身可以更方便穿梭 需要注意的是 电量只有2400 毫安时 最大清扫频数大约是36 平 如果是大频数 或是关灯清扫的朋友 推荐网上选 最后就是这次全新的米家扫拖机器人 在功能上还是最均衡全面 全新的LDS 镭射导航模组 性能上会比米家扫地机器人更远且更精准 搭配上2100 帕的吸力还是足够 App 功能最多最完整 拖地上也更能满足有毛小孩的家庭 3200 毫安时的电量 最大可达54.5 平左右 售价是新台币 8995 元 虽然是三台最高 但其实价格在同级机种当中还是非常亲民 只要你的预算足够 米家扫拖机器人会是更全面一次到位的选择 顺带一提 三台的吸力虽然稍有差异 但其实对一般家庭来说都够用 三台都有防坠落的设计 月上能力米家扫地机器人是1.5 公分 其他两台在扫地模式下可以达到2 公分 三台应付家中的薄地毯 跟厚一些的地毯都没有太大问题 整体来说 小米虽然透过三台机器 区分了不同需求的使用者 但却做到了 不论是哪一台都是相当超值的选择 以全面性来说 全新的米家扫拖机器人终究还是首选 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 不要忘记右上角对三款机器人进行投票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帮你 并且打开小铃铛 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 当然你也可以在Facebook 邦尼AI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LineAd找到我们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